詞曲 李宗盛 這個在座有看亮光讀金的請舉手 我說YouTube 有上去聽的舉手 我自己在亮光讀金當中 雖然是我在講 其實我自己得著很多亮光 而且那亮光遠遠不絕 我自己很得造就 我自己很喜歡 我自己能夠在神的面前 神這樣透過我去講亮光讀金 我很喜歡 我就發現我真正喜歡我自己 是在服侍神 在神的面前 因為我會常常想像我這樣的人 神這麼愛我 像我走到絕處 祂把我帶到這麼豐盛 我就覺得我怎麼可以不愛自己 神那麼愛我 是因為我不配 但是祂卻這麼樣子愛我 祂愛到讓我不能不好好愛自己 所以我自己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一個人的價值 真正的價值 在世上的所謂的所有的價值觀 就是價值 祂都會過去 天地將要過去 對不對 唯有祂的話長成 唯有祂長成 所以在祂裡面必然長成 真正價值是在神裡面 世上的所有這些我們看為有價值的 有一天跟我們一點關係沒有 所以因此我自己在這個信仰當中 我覺得我到了後來 我很感謝神 沒有在我年輕的時候就離棄我 沒有在我中年這樣服侍的時候 在我失敗的時候 祂就放棄我 哇 非常的感謝神 所以我們常常說 留得青山寨 只要你還活著就有機會 可是信主的人是說 若主許可 祂存留了我的生命 祂必然在我跟隨祂的日子當中 末後的日子 甚至豐盛過先前的日子 末後的祝福 要大過先前的祝福 這就是我走到現在我深刻的體會 因為其實人生難免有低潮的時候 有失敗的時候 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可是秘訣在於 只要我們還抓著神跟著神走 就會經歷到神在前面 為我們預備的一切的恩典 一定會 就怕我們走到別條路去 祂在前面這條路等我們 我們跑到那條路去 就算祂為我們預備得多豐盛的 我們也走不到那裡 我們也得不到 所以為什麼不要三心兩意 不要心懷二意 要堅定不移 堅心相信 我們學員 全修生 團聽生也可以 你們都有聽亮光讀經對不對 分享一下亮光讀經 對你的幫助是什麼 我這都臨時了 不用太長 宜君要先講 牧師傳道 學長姐 各位同學 大家晚安 亮光讀經對我而言 我會覺得整個聖經活過來 就是以前我自己在讀經的時候 我就是讀字面上的字句 我沒有辦法很精確的了解到 作者當時的心情 其實背景我們可以查得到 然後心情年夜 大概可以從文字敘述裡面 因為有很多的資料你可以看得到 可是當牧師講解完之後 你好像就走到那個故事裡面 好像就跟著大衛一樣 可能躲在山洞裡面 然後他是這麼的痛苦 這麼的痛苦 可是你就會發現 哇大衛其實非常的有趣 他可以一邊很痛苦 一邊說 主啊你怎麼可以中學他這樣 但主啊我愛你 你就覺得哇 這究竟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心情轉折 可以讓你在一個極度不舒服 而且你的生命是受威脅的狀態下 你人就能夠高歌的讚美聲 然後透過牧師的亮光讀經 每一個字句每一個字句 他就整個鮮活了起來 就像以前我們買書給孩子們看 都是文字的書 可是有一種書小朋友特別喜歡 就一打開就整個立體的 然後你會覺得 哇裡面每一個都是寶藏 可以這邊翻翻看 那邊看一下 這裡原來裡面還有東西 原來更深處還有東西 然後很特別的是 我自己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我的理解是這個樣子 查經查了各個的資料是這個樣子 但是牧師講了之後 又是更深層的一個意思 所以對我而言亮光讀經 它不是只是我聽過去 它會直接扎根在我的心裡 而且整個聖經是活了起來 會讓我有那種很甘甜 你會一直渴慕 一直渴慕 一直渴慕 好想要再更多 再更多 這樣子 牧師 傳道 傳道師母還有學長姐 還有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晚安 我是玄玄 那我要分享一下我亮光讀經的心得 其實真的是感謝主 感謝牧師 就是牧師真的很細膩 就是他怕我們在週間的時候 沒有來到恩權的時候很無聊 所以呢 我們在週間的時候 常常就會收到牧師的亮光讀經 又出版了 真的是非常謝謝牧師 非常謝謝傳道 我要講 他對我的幫助是什麼 因為我現在的工作性質是出納 那我本身是一個非常討厭數學的人 你就知道我在工作上面 是多麼的掙扎 以及多麼的需要主 因為做出納的 你是一個數字都不能錯的 有錯的話 你會造成整個部門的麻煩 所以我每一天在工作上面 我就是不斷仰望主 當然我也是要依靠自己的聰明 去對這樣子 但是一整天下來 其實身體是非常的耗盡的 不管是身心靈方面都很疲累 很疲累 這只是工作上 如果說你人際關係上 或者是說老闆 好像就是嫌你一下 唸個你一兩句 你是不是心裡面就更 喔 本來已經很累了 然後就更阿咋這樣子 然後一整天下來就覺得說 天啊 譬如說好 今天是禮拜一 明天禮拜二 我還有四天才能到恩權 怎麼辦 我怎麼活下去 然後這個時候 牧師又傳來亮光讀經最新版 我就開始點起來聽 其實很神奇 我覺得亮光讀經對我而言 是一種我的心境 很快的一個轉化跟轉念 因為牧師雖然人生 經歷過這麼多的困難 這麼多人生當中的 這樣子一個大家可能 都無法想像的那種艱苦 可是牧師在詮釋的時候 其實牧師是非常幽默的帶過去 有時候我聽一聽我都會想要哭 可是哭完之後 或者是說我好像聽了以後 我會覺得說 我發現說我一整天的心情 好像本來從非常阿朵的心情 越來越喜樂 很奇怪喔 有時候牧師講 他很悲慘的過去的時候 我居然聽得很開心 然後那邊心裡笑 就覺得這個牧師的亮光讀經 是很有恩高的 非常有恩高 你們可以試試看 尤其是當你們覺得說 你們遇到很不順啊 或者說被人家罵啦 就是心情真的是非常到谷底的時候 真的鼓勵你們 像是牧師最近有分享喜樂的生命 他的topic就是喜樂的生命 這個我聽了大概五次 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講 我很需要喜樂的生命 所以我不斷的聽 不斷的調整我自己 能夠跟聖經去對齊 所以 這次亮光讀經 對我的生活當中 帶來實際的益處 感謝神 傳道師母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柔真 我通常聽牧師的亮光讀經 都是在早上 因為我白天要上班 實在是沒有辦法分心聽 在早上的時候 領受亮光讀經神的話語 其實是特別有感受的 特別是在最近 牧師講的 詩篇大衛的經史 最近其實身體狀況 一直反反覆覆 其實讓我 搞得我 其實我有點灰心 可是當再一次 讀牧師的亮光讀經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 再一次把神 就是設定在我的前面 就是不管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神永遠是我的主 我就是一直這樣的宣告 所以亮光讀經對我的幫助就是 能夠不斷的使我的生命 不斷的突破 不斷的被提升 甚至是擴張 而且也是我生命的一些準則 特別是在工作上 其實有很多需要被教導 不管是我教導別人 或是人來教導我 其實亮光讀經對我 都是很大的幫助 就是按著神的真理 神的法則去行 行在神的裡面 其實神的幫助 真的是不是我所想像的到的 這是我的感受跟領受 謝謝 牧師傳道 各位弟兄姐妹 晚安 你們好 感謝主 那個牧師的亮光讀經 對於我來講 真的是很大的幫助 因為特別是牧師在講那個 大衛的經思 我真的是聽了好幾遍 雖然我聽過之後 我會馬上不接 但是我在當下 就給我一種很深的去享受在裡面 哇這個大衛他受到這麼多苦的時候 他為什麼會把神抓得那麼緊 好像讓我的信心 就每一次看一遍的時候 我的信心就會增長 就讓我有時候會想到 我就會把這個 分享給我的家人 他們會聽得懂 他們說 這個牧師講起的事 讓我們平常看是不一樣 他會很細密地教導我們 就是有一種那種享受的感覺 所以我會重複聽 雖然就是有時候聽了 特別是經事 那個大衛在那個情況下 他緊緊抓住神的那個信心 他會讓我感覺到 哇這個是多麼好的教導 然後看 跟牧師在抓著重點的時候 再跟我們一次次的講 我想說那個精華是讓我們自己 在神的面前更加緊那個信心的 又更深 哇怕什麼 他會這樣子被追殺呢 哎呦我們怕什麼 抓住神抓住神 這是我的分享 牧師然後傳道師母 還有各位學長姐 還有弟兄姐妹 大家晚安 我是秀琴 我們每次在群組上啊 然後看到就是 那個亮光讀經一來 然後我就會想說 我等他講完 因為其實就是 我最近又讓我自己 重新再聽傳道書 我其實鼓勵弟兄姐妹 其實真的是可以 那我為什麼最近其實又回去 就在聽傳道書 我覺得就是在亮光讀經當中 那害死的讀經的習慣 會比較像是 有一點在查經 可是就是有很多知識面的東西 會進來 但是那個部分就是 我覺得在牧師講亮光讀經的時候 常常會給我一種感覺 就是神最終的心意到底是什麼 那我每一次就是在聽的時候 不能講複習 應該是說 我覺得也很感謝神就是大概 我應該有進步一點點 所以在我在重複在聽的時候 因為像我最近聽到 牧師在講傳道書講享樂的時候 其實我過去在看 包含之前就是牧師在講傳道書 其實我並沒有太大這樣的感受性 但是最近對我來說 因為我又在重聽嘛 我覺得在勞碌中降服這件事 怎麼以前我好像沒有 就是有沒有 可能那個時候突然之間 雷達沒有到那個地方 然後最近雷達又打開了一樣 對所以其實我覺得亮光讀經 為我的幫助很大是在就是 每次牧師在講的時候 我都覺得那個神的心意啊 真的會在每一次我們在聽的時候 會就是好像奇怪的 明明是一樣的喔 但神要告訴我們的事情就是不一樣 以上 牧師傳道師母 各位學長姐 然後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晚安 我是喬恩 昨天牧師問說 聽主日的信息有什麼感受 昨天其實很多同學就上來分享了 那牧師這樣子問的時候 就是一句經文浮現在我的腦海 在羅馬書的十章十七節 可見信心是從所聽的到來的 聽到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那我非常感謝牧師 我們來這裡上課 然後牧師特別用心這樣子 教導帶領我們亮光讀經 那個亮光讀經 那個亮光讀經 就像是牧師用心準備很豪華的大餐 我們的靈需要食物 那食物就是聖經的話語來餵養 牧師這樣子的亮光讀經 帶著我們從那個聖經的 一字一句這樣子餵養我們 所以我們不是吃飽飽喝的奶 我們吃的是大餐 我們就是一次一次這樣子 被牧師餵養 我們就是越來越健壯 那我們的信心增強之後 我們就更緊緊的與神連結 我們就不會動搖 所以非常謝謝牧師 這是我的零售 牧師 傳道 學長姐 各位弟兄姊妹晚安 我要分享的是比較實務方面 因為我亮光讀經的話 我都是利用我在運動的時候 那因為運動的時候 你可能你要放空 或是你要胡思亂想都可以 可是對我們自己沒有幫助 所以我就利用運動跑步的時間 大概四十幾分鐘 那就是可以聽亮光讀經 那因為我禮拜五早上沒辦法來 亮光讀經它其實從YouTube上面 它有剪接濃縮 然後都是最精華的 所以就是利用那四十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吸收到牧師他在人生的月曆上面 還有從神而來的啟示 你就可以有很多的零售 特別是在剛才有分享到傳道書 我也是想到在勞碌享福 像我的個性可能是受到我母親的影響 就是比較節儉 像伊隆他會比較願意去花錢 去做一些對自己有比較幫助的事情 一過去我可能會覺得花這些錢就會捨不得 可是在勞碌中享福的那一節 就讓我比較能夠釋懷 然後願意去付出 也讓自己可以 像牧師說的可以比較慷慨 那這個慷慨不是奢侈 不是浪費 但是是讓我們的關係可以得到改善 這是我的分享 大家記得要點贊 訂閱 這是我的學生 很高興 我沒有套招 感謝主 跟我越久了 能夠越認識我 越知道 有很多我剛剛進來的 或者新進的學員 他們不太知道 我有時候在講的東西是什麼意思 或者他們不太知道為什麼我這樣講 跟了慢慢的兩季三季以後 他們就開始會告訴我 甚至有些都畢業了跟我說 他說牧師我現在真的懂 真的明白 你為什麼這樣說 怎麼這樣教我 他說我現在知道 我很感謝主 讓我在這個一生當中 直到今日仍然活著 因為在我人生裡面 年輕的時候 這個是可以說走就走 因為很多的一些的突如其來事情 發生的意外 自己 身陷危險的一些的環境 處境 那 是自找的 自己享樂 然後 父母覺得危險 我都不以為然 所以能活到今天 你覺得是必然 我不覺得 我真的是感謝主 他為什麼要存留我的生命呢 無非就是讓我經歷了人生 種種的這些的起伏 讓我經歷了許多的這些的磨練磨難之後 原來我知道他要用我 原來我的價值 真正的價值在後面 所以前面那些的 不管我覺得好的不好的 有些不堪的失敗的 覺得丟臉的 這不想再記的 根本就後悔了 這些的日子 原來都是神在造就塑造我 讓我能夠在當中 能夠經歷這些種種的事情 為的是他要用我成為他的見證人 所以我突然我就知道 我不用活在我過去的這些的悲傷裡面 我不用活在那個自怨自愛裡面 因為在所有的事情發生 都不是我能夠控制的 我想要掌控的 我想要控制的 結果都沒有比較好 沒有比較好 後來我就知道原來都在神的手中 原來他讓我經歷這一切 無非是要塑造我 所以今天能夠在這樣子 神的話語上面來分享 讓我們的這些起碼 我們聽到了 在學員的藝術造就 我們一生可以影響多少人 正面的影響 我們的生命可以影響多少人 所以我就覺得 這一個一個的果子 就是神給我的這樣的一個 極大的恩典 極大的恩典 因為他們還有他們前面的日子 繼續去用他們的生命 去影響其他人 他們又是成為神的見證人 又繼續傳下去 這叫傳承 我們不是把傳家之寶 那家裡面那個錢啊 房子啊 留了以後 你不知道誰會用 你不知道誰會住 你不知道最後的結果是如何 到有一天我們走的時候 走了之後 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管都管不到 然後我們以為好的 後來被對後代的人 結果害了他們 Who knows 不知道 Never know 所以因此唯有我們知道 我們有一件事我們非常知道 就是我們跟著主走 凡事有神的心意 讓人的心意 何龍 誰想 去了 真的 海 感谢观看